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一下大自然 我们常常讲的穿越是什么 穿越就是这个 光线有穿过这个树干的背面 也有穿过树干的前面 也有穿过树干的后面 那怎么知道呢 你可以看到 每穿过一次以后 都有一些形状跑出来 这个被穿过 然后这边形状跑出来 被穿过这边形状就跑出来 任何一段都有一个回补的现象 所以这个叫穿越 穿越跟回补是两个必须做的事情 第二个 我跟各位分享就是 光线是喇叭状的 是一个喇叭形状的 所以你只要是一个自然光线 下面的反射的位置 的宽度的面积 都会比上面大 我讲的是色彩 当光线到这里快消失的时候 你就是要色彩在这里 然后色彩在这里 因此你就知道 喇叭形状的色彩 它也是跟着光线走 都是在光快消失的时候 好 那我怎么来画这张 首先这张画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明度过暗 还有一个对比稍微高了一点 就某个部分 那其实是明度最大的问题 所以明度是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色彩跟H来解决 好 那我想至于H跟色彩 那我们怎么解决 我们待会儿画了 我再提一部的说明 各位从说实摄影里面应该可以看到 我在创造跟照片一样的这种光的这种结果 当然在上色的时候有点不同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是一个 Fellop Blue的白加Fellop Blue 然后呢这边是有点偏黄 这边是有点偏灰 所以色彩区跟在这一次的作业里面 有些都已经完成 然后你会看到它的边缘有些很锐利 有些是参差不起 那基本上的光线都是这样子的 那待会儿我们会再补一些 然后让它这个线条连接 那这个补的时候就可以不用纸巾 因为它那个都非常细 你可以用扇心笔就可以 那还有一点 我在这个地方是用画刀厚涂颜料的 所以那个颜料可以带到最下面来 好 这个是一些细节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做好了这个交界以后 我们再来就是一个定位 那我现在这个是一个 Fellop Blue加上Brand Sienna Fellop Blue加上Brand Sienna 不是Fellop Blue加上Brand Sienna sorry 这个是Cristian Lake 那我们要做一些定位 那光在这里的话 它黑最暗的地方 你要记得是 乌状区跟色彩区交界的地方 那是色彩区在这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来雕刻 来做一次 这就是雕刻 然后这个线条是顺着它这个光线走 所以你就跳着雕 雕第二个 然后一样 这边也是 所以光线因为它是喇叭状的 所以两边都有 那唯一的差别是一个比较雾 一个比较黑 那你们可以看照片好像是左边比较黑一点 这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 所以都不用我们去设计 基本上只是观念我们要去设计而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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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人按摩您 好 那我就趁此把它中斷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穿越以后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它撞击到地面会产生雾撞 这个好像水蒸气的意思 就是说你们看下雨的时候也是 刚一下雨的时候看到光线 它会产生的像这种雾撞区 一点点白色 一点点白色 然后你从最白的地方开始 你就先把它做成条状 然后呢 再把它做成雾撞 顺着条状去做雾撞 它比较不会突兀 这个本来因为它的光线是条状 发色性的条状 沾到黄色 它对颜色非常敏锐 你要给它的这种色彩 我刚刚是故意用比较厚的白色去把它覆盖 所以我们在做画的过程 我们常会碰到不小心 不小心去沾到别的颜色 大部分都是颜色的问题 颜色问题就用颜色来解决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是颜色 我就用白色来覆盖 覆盖以后呢 这个是条状的画完 画完以后呢 你再去做把笔擦干净 这个颜料就是这样擦 擦干净以后 你把它做成雾撞 也一样顺着条的形状去做雾撞 然后让它下来 那不用担心 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你碰到叶子 这时候碰到叶子是无所谓的 因为你待会要回补嘛 因为色彩在回补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黄色呢 暈开也无所谓 因为本来这些叶子 就是后面的那些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 一叶一叶的树叶的后面的树叶的印字 或者应该叫做空气感 好 今天我们 我们这个 这部分我们就示范到这里 我们画这样 你们各位看起来像不像瀑布 那怎么样让它不是瀑布呢 那就是要一个厚涂 把你的这个光的厚涂的感觉 因为瀑布的话就不会有厚涂这种 单一光源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的感觉就是要从这边下来 然后把它戴下来 戴下来以后呢 你再用纯白的白色 Titanic White 这里面做一个覆盖 然后你把它做一个圆状 圆形的这种感觉 好 那这样它就会像一个太阳 好 我们今天的示范大约到这 我可能最后把Edge修改一下 好 各位看到结束了 也可以看到调状区的光线 我们加了一些雾状区把它恢补 最后我们又画到点了一些Edge 这些Edge虽然你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这个刚好衬托到这一些色彩 因为我们雾状是最圆的 你的点状就是刚好在雾状之前 调状又在更前面 所以一下子空间就拉出来 又会产生一个很深远的空间 好 我们下次再聊